那是1987年 我家那儿还不叫浦东新区 叫川沙县 那时候买油要油票 买糖要糖票 我爸早上四点起床 下底干活 五点回来做早饭 六点出发去上班 他既是农民又是工人 他下午三点下班 如果他三点一刻没到家 那就是他被路边的小摊贩吸引了 会在三点半之前 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小玩意儿 比如高庄馒头 糖葫芦 或者砍了结巴的甘蔗 他下了班 又去田里干活 然后一搅泥地回来 去河边洗脚 进屋做饭 天快黑的时候 我妈从市场回来 打开背包 数钱 记账 洗手吃饭 生意好的季节 我妈一天 就能赚我爸一个月的工资 他们总是喜笑颜开 生活充满希望 吃了晚饭 我们牵着手去散步 他们拎着我的胳膊打秋千 那时候的浦东农村 家家户户都含有几亩田 田里堆着新鲜的稻草垫子 稻草垫子有大半个人那么高 我爸就把我和我妈举到草垫子上 他再爬上来 我妈说 你唱个歌吧 我爸唱歌 我妈说他嗓子好 唱得好听 他又让我背诗 跟我讲 你阿公有很多好书 《红楼梦》他都看了十几遍了 让我多看看书 我爸就说 百无一用是书生 你阿公就是被读书害了 我妈说 你懂个屁 我们常常就这样 躺在柔软蓬松的稻草垫子上面 看星星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天亮了 睡在自己的床上 我爸喊我起来吃饭 我家旁边 有个木器厂 厂里经常会有新鲜的爆木花 就是机器爆木头 出来的木屑皮 卷成筒状的薄片 和小块的碎屑 有一间屋 是专门用来放柴火的 我爸就去把爆木花 一车一车拉回来 堆在那间屋里 推得平平整整 每次 他堆了新鲜的干燥的爆木花 就忍不住爬到那上面去躺着 喊我妈也上去 我妈就说 你怎么跟个狗一样 到处睡 然后爬上去 那时候 还没有听说过床垫 床就是一块木板上面 垫两床棉絮 睡觉产生的热气 积攒在棉絮中间 一出太阳 就晒被子 晒床褥子 如果持续一个月的阴雨天 褥子中间 就有半干半湿的印子 连床板都是湿的 睡在上面 也板结瓷是 润唧唧的 只有在太阳暴晒过后 床褥才是松软舒服的 我爸喜欢躺在那些松软的 可以下陷 又能承托的东西上 我家的土狗也很喜欢 我爸搭的窝 一转背 狗就睡上去了 还在上面生一窝小狗 风水大师说 如果你不懂风水 就看狗经常睡在哪里 我观察了 狗喜欢在向阳 且被封的位置 找一个松软的垫子睡觉 换到商品房 就是潮南的房间里 一张舒服的床垫上 我这张床 是十年前买的老鱼木床 当时买的贵 不舍得留给租客 搬家的时候 就把他带过来了 然后发现 他的风格和新房的极简风 格格不入 我又买了个新床 因为床垫也是十年前买的 就打算都给我爸妈用 我再另外买 我那个爱买东西的老公 自说自话的就给我下单了床垫回来 我说你买大件东西都不问我 他说反正有一百天试睡的 免费退 你先用着吧 没准睡出奢侈大小姐的感觉呢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床垫就叫大小姐呀 男人的逻辑太硬了 但床垫还是挺软的 就花了三百 请快递小哥抬上楼 又花了二百 把原先的床垫抬下去 新床垫放上去了才发现 比老床垫厚了一抢 我就没见过这么厚的床垫 这用料也太吓得了狠手了 再加上新床也比老床高 我上个床得蹦上去 脚还是悬空的 这个长得像吐司一样的床垫 看着一块块 好像一点都不平整 但是睡上去 他竟然出奇地贴合 刚刚好好把腰拖住 既能感受到柔软 又不会陷下去 翻身毫不费力 让我想起 小时候在夏夜星空下 睡过的新鲜的稻草垫子 蓬松 柔软 筋道 那时候 我才刚上小学 那时候的我妈 比现在的我 还小十岁 想起爸妈每天打扫花园 在那个等叉树裂一样的台阶上 小心翼翼地走 岁月没有饶过他们 爸妈老了 我又让快递小哥再来 把新买的床垫抬下去 老公说 不用着急退嘛 睡着还挺舒服的 要不我们先用一百天 我说不退 给我爸妈用 他们夏天就回去了 我们可以去睡一楼的客房 比顶楼凉快 你还有机会睡到这个床垫的 希望这张舒服的床垫 能让爸妈想起那些 日日都能偷得福生半日闲的黄金岁月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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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